最近台湾的建筑业快速发展 带动各种建材的突飞猛进 国产的旅门窗技术也不断提升 2022年9月13号上午10点半 上田旅业第三代接班人吴绿千 选择在台中七旗Tiger City老虎城 举办新世代AI气密窗 发表记者会 年轻帅气又专业的吴绿千总经理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司设计生产的全新世代AI气密窗 除了有绝佳的遮风挡雨 抗噪音的功能之外 也提升绿色环保生活品质 让台湾品牌在世界发光发亮 我们突破了传统的一个思维 就是要用大量的胶条 那刚各位看到 我们用了很少的胶条 这是为了环境保护 但是我们却达到了最好的效果 吴绿千总经理今天还在Tiger City 二楼的风雨实验室 为现场媒体记者示范AI气密窗 抗风抗雨的产品优势 吴总经理说 AI气密窗还有环保概念 结合流体跟结构力学 加入科医工学跟时尚美学 强调抗高温高湿隔绝有害的红外线紫外线 配上PM2.5 防尘砂窗净化空气 为地球永续环保尽一分力 台湾是台风经常肆虐的地方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产品 让我们不管在高楼层 任何的高风压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享受宁静的生活 所以刚刚的这个风雨实验 完全体现了我们可以抗墙台 抗飓风的这样的能力 吴绿千总经理感性地表示 一扇风光 五感奢华 希望上田旅业进入全新世代的产品 AI气密窗 能够引领未来可以 创造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 提升台湾企业形象 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 成为世界级的建材精品 记者陈文旭 萧朝全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